好 倒数39天了 参选人现在忙着举办活动 要跟选民拉近距离 但是民进党南港内湖区立委参选人李建昌出面指控对手蔡正元 在上礼拜所举办的这场明华园户外表演 让大家可以免费看 李建昌说 这者是国家级的演出委 平常大家要看至少要花个500块以上买票的 他质疑蔡正元是变相会选 明华园到上去演出 羡慕时 孙翠凤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蔡正元站在一起 接下来这番话被蔡正元的对手指控有会选嫌疑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李建昌指出 几乎南港区民众都收到这张蔡正元领航秀宣传单 邀民众来看明华园演出 12月1号当天吸引超过1000人到场 李建昌警咬蔡正元花大钱请明华园演出是有对价关系 蔡正元回呛民进党办音乐会难道就没问题 如果说明华园表演算是会选的话 我们不禁要问 第一个 李建昌议员到处在办音乐会算不算会选 李建昌大概最近上不了新闻 刻意炒作这个新闻 可以说是无聊透顶 明华园是由两行基金会所支出所办理的 没有任何政府机关的补助 强调基金会是在主办文化活动 明华园给的价码是有勤价 一场约40多万 对于李建昌控诉会选 财政员不排除 反控诬告 追选华民旧 刘晓棋 台北报道